我是顾家丢了20年的真千金 假千金知道他们要接我回家 自己便离家出走了 后来他被人骗到了山里 还生了孩子 亲生父母和哥哥将一切都怪在我身上 我原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 但这些在我回到顾家后 全变了 可是我明明什么也没做 后来亲哥哥为替假千金出气 将我送到山里 无数个日夜 我的屋子永远敞开 我麻木地喝下农药 结束了生命 再醒来 我回到父母把我接回家的前一天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一 我还没有缓过神 打算揉揉肚子 就听见对面的人说话 你就是秦骊 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妇人眼含热泪看着我 西装革履的男人坐在他身旁 狼才女帽的一对 我盯着他们 这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这就是看着我被送进魔窟的亲生父母 就因为顾若若自己跑出去 就疯狂折磨我的亲生父母 后来我才知道顾若若是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他过得并不差 那个孩子也是他自愿生的 因为他喜欢他的邻居哥哥 他回到顾家后 他不敢说 他知道顾父最注重教养脸面 所以他只哭诉着说 一切都是他们强迫的 他原本想跑回来 但是他们天天拿着棍子打他 所以他根本不敢跑 可是凭什么他说的谎 后果却要我来承担 顾寒玉听到顾若若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就把我送到了山里 顾父顾母听之认知 其实就是默认的态度 与现在这一幕对比何其讽刺 我压下恨意 抬起头看向这两人 长得道貌岸然 生得蛇西心肠 是 我就是秦骊 这位女士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到我漠然的语气 对面的女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身旁的男人不满地看向我 皱起眉 再看向我 眼神里多利丝厌恶 呵 我内心冷笑 一个只知道哭 一个只会拿着鼻孔看人 活该被顾若若耍得团团转 人们说自杀的人得不到解脱 我确实也不得解脱 我死后 我的灵魂日日不得安宁 我一直经历着死前的那一刻 一不避体 腹部烧痛 那么痛苦 那么不堪 而那一切的源头就是这两人 如果不是他们把我带回去 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 顾母哭哭啼啼地说 李李 我是妈妈呀 是我对不起你 不小心把你弄丢了 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 呵 说得真好 不小心弄丢 不是因为我的手被医生查出来 可能会残疾 所以 她才故意带着三岁的我去游乐场 把我故意丢掉的吗 现在又因为顾若若不想去联姻 就把我找回去 替她背锅 他们真是好大的脸 我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我没有爸爸妈妈 我也不想跟你们回家 我有自己的家 就不麻烦你们两位了 听到这话 顾母哭得泪眼婆娑 李李 你是在怪妈妈吗 妈妈对不住你 妈妈会好好补偿你的 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跟你回家 跟你回家等死吗 看着我不说话 顾府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秦黎 你的教养呢 长辈问你话 你为什么不好好回答 真是好大一股跌位 我想了想 在血缘上 她好像也确实是我亲爹 我有人生 没人养 更何况 我们只是陌生人 我能坐在这里听你们说话 已经很尊重你们了 我也说了 我有家 不用回你们家 顾府听到这话 气得尚不来气 看到她这样 我突然想起来 她有心急 最后被顾弱弱气得嘴弯眼斜 大小便失禁 顾母也丢下她跑了 她还真是有一个好结局 我思索着 怎么能让这一场面 更快上演呢 我要跟着他们回去吗 二 韩明 别生气 小黎一定是怪我们的 可怜了我们的女儿了 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 你看她 多么瘦啊 顾母说完 便靠近她耳侧说了一句 记住 我们是为我们的弱弱来的 顾腹的表情缓解了不少 但还是面露嫌恶地看向我 我巴不得他们讨厌我 最好等到他们快死的时候 也不要找我 要不我还要因为血缘关系 给他们养老 很不值得 小黎 跟我们回家吧 我们会好好补偿 你二十多年去世的爱 我们也会送你去最好的大学 给你最好的条件 嗯 我疑惑地看向他们 上一世进行得很顺利 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缺失父母的爱 只说了几句话 我便看着他们 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 就跟着他们回了顾家 现在看起来 那时的感觉 可能是想让我避开这一家人 不是说 这种家族认亲都会调查吗 不是会拿出亲子鉴定报告吗 难道他们只是看脸 就确定我是他们女儿了 那我们也长得不像了 我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那我岂不是被他们害惨了 我还是稍微思索开口 最好的大学 最好的条件 有多好 看着我迟楚的表情 顾腹顾母露出了然的神情 看着我的眼神 带着不亦察觉的嘲讽 我能让你上最好的大学 北温大学 你哥哥就在那个大学里上学 这可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我们能把你送进去 你拿个证出来 也不算给我们顾家丢人 我的眼神变得放松起来 哦 原来是北温啊 我就在这个学校 就不麻烦你们了 他们两个人眼神里透着不可置信 顾母的声音尖锐起来 就你 你能进北温大学 我看着他破防的表情 我笑着看着他 你好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北温大学金融系的教授 秦黎 我笑得张扬放肆 看着两个人的脸色 越变越难看 我的嘴角扬了起来 怎么可能 连弱弱都没 顾母本来打算说话 但是被顾父打断了 不用说都知道 顾弱弱没进去 上个校长因为收受贿赂 被革职了 刚来的校长 可是个威武不能屈的好人呢 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且还大言不惭地说 给我最好的条件 他们说出来自己信吗 都是些空投支票罢了 只是想把我骗回去 小黎 你这么年轻 就是教授了呀 果然 我们顾家的基因就是好 你很不错 好好好 我顾家的千金是教授 我要给你办最大 最豪华的任情验 这样才能配上我的女儿 哈哈哈 我面无表情 看像不知为什么 脸上突然充满喜色的顾父 和拉着她袖子的顾母 一时感觉有些滑稽 我好像什么都还没说吧 他们这就又把我定下了 上一试的时候 我说我是教授 顾家没一个人正眼看我 只是面露嘲讽地看着我 讥讽我 然后所有人都跑去找顾弱弱 其实只要他们查一查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但他们从来没有人听 只是把我锁在家里 不让我出门 那个打扰一下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回去了 我突兀的话 打断了两人 顾府板起脸来 眼里带了些势在必得的意味 小黎啊 你胡说什么 你就是我们顾家的孩子 怎么能不回家呢 就这么定了 看着顾府 我眼神闪了闪 语气一转 我可以回去认亲 但是我不能住在顾家 我要一栋 离北文大学最近的别墅 你们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顾家的女儿 住在一千块钱的出租屋里吧 我还需要钱 我既然要回家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该好好补偿我 我还听说你们 已经有女儿了 我这句话还没说完 顾母就打断了我的话 若若我们也会送走 你就放心吧 顾府也看着我点头 送走 我知笑 只不过是送到 顾家名下的一个湖景别墅 但顾若若觉得 那个别墅太小 配不上那个她身份 后来她才自己跑了 这次 我怎么可能让她跑了 我抬头看向两人 露出一个缓和的笑 不用送走 毕竟是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感情总是有的 不用为了我 送走妹妹 否则我会伤心的 我低下头 脸去内心的恶意 她这次可要好好在家 我要亲手把她们 送进无边的地狱 就像她们当初对我做的一样 三 顾母的脸色全是笑意 顾府神色也缓和了不少 她们本来就不愿意 送走顾若若 正好我提出了 她们就顺水推舟 让顾若若留下来了 是是是 小黎说的对 你妹妹性子也和你一样 性子温柔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姐妹的 顾母说着 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我抬头仰起一个笑脸 当然 我一定会和若若妹妹 成为好姐妹的 嘻嘻 我可是会把她 送进地狱的好姐妹啊 我们双方达成了友好的协议 顾父给了我两千万 让我看上什么就买 顾母看得咬碎了牙 但还是维持着 她田径扭曲的笑容 我有时候也不明白 明明我才是她的女儿 为什么她宁愿 对一个收养的女儿那么好 也不愿意对我好一点 但无论是爱和恨 我照单全收 我本来就是从地狱里 爬出来复仇的 拿到钱后 我仗着自己上辈子的记忆 去买了上辈子上涨的几只股票 即使被囚禁在顾家 我一直没放弃我的专业 顾若若带着凤凰男 无论怎么掏空 故事都无所谓 我不能被他们牵连 所以我要有足够的资金 更何况 复仇最好钱了 我要看着他们 被自己平日里最疼爱的人 插上最狠的一刀 刀子捅在自己身上 才知道疼 顾父顾母的动作很快 任亲艳很快就准备好 他们还给我准备了 白色的蓬蓬裙 我看着那裙子 重生后 第一次感觉呼吸一致 这是什么狗屁审美 白色的裙子上 还缝上了五彩斑斓的小碎花 裙撑像个台灯 关上灯 还发着绿光 我拿出自己的黑色长裙 换上 幸亏我感觉 一切不会太顺利 提前拿一件长裙 我穿着黑色长裙 走进宴会 没人注意到我 突然灯光一暗 有树簇灯光照在楼道上 一个身穿白色礼服的女孩 出现在楼梯上 惊叹的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 我看向她 感觉也没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 就是很普通的一人 只不过是在顾家长大 皮肤好了一点 虽然顾家人有病 但是他们确实长得好看 是无论怎么看 放在人群里 特别经济独立的好看 而这个顾洛洛 只是普通的好看而已 我过去没仔细看过她 女孩似乎很享受听到的声音 但她似乎在寻找什么 到处看 我拿着酒杯 看着她 她是在找发光的我吗 可惜了 所有的事 不是都会顺她的心意 没找到我 她只能放弃 她慢慢走下来 宴会的灯全亮了起来 顾父顾母 也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走了出来 他们脸上都带着笑意 笑得像一朵烂烂的向日葵 他们是不是忘了 这个宴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吗 最后还是顾洛洛恍然大悟 提醒这两个人 她眨巴着眼睛 用天真的模样 顾父突然想起我 这才开始找我 我想早点离开这宴会 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走向他们 看到我 她才松下一口气 顾洛洛看着我的脸 脸上充满了嫉妒 但她很快就换上了和善的微笑 声音还有些埋怨 姐姐 你刚才怎么不出来 还让爸爸找了好久 姐姐你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呀 四 嗯 她不是刚下来吗 他们才想起我 现在倒是反过来先怪我了 我正打算说话 就看见顾母的眼神 像是找到了同盟一样 眼睛看着顾洛洛温柔似水 转头看向我 眼中充满了恶意 我有些无语 洛洛说得对 我看你就是在外面呆疯了 这么没有教养 长辈站在这 你早就应该来打招呼 也不知道你在哪儿躲着 穿得这么花枝招展 不知道是想勾引谁 我们给你准备的衣服呢 怎么不穿 你这是在忤逆父母 妈妈 你别这样说 姐姐肯定是有苦衷的 要不然也不会不穿 我们给她准备的衣服 柔柔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 呵 她能有什么苦衷 就是没有教养的野丫头 柔柔你就是太善良了 把别人想得太好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善良 妈妈 你别这样 都是因为我这样的姐姐的身份 要不是我 姐姐才不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我 让我走吧 我不该留在这里 顾弱弱做事就打算离开 顾弱弱伸手抱住她 恶狠狠地看向我 顾弱弱滴滴地抽烟 周围人不敢说话 盯着我们几个人看 我什么都没干 就被安上没有教养 花枝招展到处勾引人 忤逆父母的罪名 果然 不喜欢你的人 无论你做什么 在他们看来 都是原罪 你们想让我把你们准备的衣服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出来吗 到底是丢谁的人还不一定呢 你说是吗 顾女士 顾弱最注重面子 她不会让任何一个子女 丢她的面子 所以这件事 她肯定不知情 如果我今天穿了这条裙子 他们肯定会把所有的错 都推到我身上 即使我有利用价值 但这一切都是在 顺应她心意的前提下 如果违逆了她 她也会毫不犹豫把我丢掉 顾寒玉姗姗来迟 走到我们身边就看到这一幕 顾弱弱哭得梨花带雨 顾母把她护在怀里 顾父正在思考 而我事不关己地站在一旁 她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她先是温柔地摸了摸顾弱弱的头 又把手里的盒子递给她 转身站在他们两个身前 厌恶地看着我 那保护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看到她 心里的恨意根本掩饰不住 我本来以为我终活一世 我可以接受一切 我可以变得冷漠无情 我可以忘了上辈子的苦 我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当我看到顾寒玉时 我发现我根本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我费力讨好的哥哥 家人是把我推下地狱的人 我忘不了 我根本无力反抗 被人用链子锁着 像牲畜一样 用棍子抽着在山里走 我忘不了 被锁在屋子里 无力反抗那些恶心的手 在我身上摸来摸去 我忘不了 那些日日夜夜被人逼迫 活着像死了的日子 但我死不了 逃不掉 我的手脚都被链子锁着 我的亲哥哥 告诉我 这些是我应得的 当我找到那瓶农药的时候 我是多么的激动 开心 我死了都不得安宁 日日灵魂都经历着死亡的那一刻 凭什么他们和家团圆 幸福美满 他们就该和我一起下地狱才对 我不去看顾寒玉 死死掐着手心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干什么惹若若伤心 你最好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只有若若一个妹妹 妹 她是说出来自己都不信吧 她对顾家当亲生女儿 养大的顾若若有其他的心思 顾父顾母告诉她 他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 她不知道多么高兴呢 现在竟然舔这个大脸说 自己只有她一个妹妹 真是好笑 我本来对她就只有恨 语气冷冷 我什么身份 我只不过是你亲妹妹罢了 你什么都没问 怎么就知道是我惹她伤心 怎么就不是她自己哭的 你问问周围的人 我一共说了几句话 上来就质问我 我指着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都低下头 生怕惹上事 顾寒玉似乎也发现了 自己有些冲动 顾若若拉拉她的袖子 细声细语的 玉哥哥不是姐姐的错 是我自己觉得在家里是外人 姐姐什么都没说 你别怪姐姐了 顾寒玉脸色好了很多 冷冷地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威胁 这次算你走运 在这个家里 你给我离若若远点 让我知道你敢伤害若若的话 我有的是方法治你 她阴狠的表情 和上辈子的一模一样 我恨不得冲上去撕了她 这时顾府终于倾咳一声 都是些小孩子闹着玩 这是我的大女儿 今日让大家看了笑话 真是不好意思 周围的人也乐乐呵呵地打去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哼 老东西 想给我下马威 又不自己出面 等着吧 我会送给她一份大礼 五 虽然现在顾府年纪大了 但是脸还是好看的 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小姑娘 想爬她的床 这里面有个 有收集痞的女妇婆 女妇婆家里有矿 所以不是顾家能比的 她算计了顾府好几次 但是都被顾母给挡了过去 这个女妇婆有病 还有点小癖好 正好适合顾府这个承受能力低 又爱面子的人 这个妇婆今天也来了 我看见她去了顾府的屋子 只要我把她们几个挡在这里 等到顾府喝了那杯酒 就有好戏看了 顾寒玉护着顾洛洛去了另一边 我看着两个人的姿势 嘴角充满了玩味 到底是干妹妹 还是情妹妹呢 她如果知道顾洛洛玩得多么滑 还会像现在一样喜欢她吗 真是好期待呀 我看着顾府喝了那杯酒后 被人扶着去了楼上 我看了一眼 才起身走向顾母和顾洛洛方向 看着我走向他们 这两个人如临大敌 我有些好笑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吧 顾寒玉挡在他们两个人身前 你不准再过来了 顾寒玉皱着眉看向我 眼里充满了力气 我扬起一个一个天真的笑容 抬头看向她 为什么呀 哥哥 顾寒玉听着这话 眉头皱得更紧了 谁允许你叫我哥哥的 你配吗 我看向后面的顾母 笑着说 妈妈 难道我不配吗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难道哥哥不是你亲生的 我声音转了好几个弯 故意说得大声 顾母有些害怕地看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不对 十分有八分的不对 一个亲生母亲 怎么会害怕自己的女儿呢 秦黎 你这是要干什么 看着我不断靠近 顾寒玉也不能真的动手 毕竟有这么多人在 她只能死死地瞪着我 但是我不为所动 我坐在顾母和顾洛洛身边 顾母带着顾洛洛往旁边挪了好几下 我假装没看见 我貌似无意地问 我们还要做个亲子鉴定吗 我看着哥哥不承认 我是您的女儿呢 顾母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虽然她掩饰得很好 但我还是看见了 我感觉我快找到了真相 我今天晚上一直坐在他们身边 问东问西 虽然大多时候都是我的自问自答 但是目的达到了就行 希望那个富婆给点力 宴会的人很多 说话声不绝于耳 所以上面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听不到 直到楼上传来喷的一声 声音很大 每个人都能听到 顾母这才发现 她已经很久没看见顾府了 她的脸色一变 猛地从沙发上坐起 冲向楼上 客人们见主家突然跑了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也跟着顾母急匆匆地上了楼 顾母打开顾父的门 就看见被绑得衣衫不整的顾府 顾父被绳子绑得像个麻花 身下还有不知名误会 散发着臭味 那个女富婆早就离开了 屋里只剩顾府一个人 顾母一打开屋子 就顿觉不好 想要关上屋子 我趁机推了一下旁边的人 顾母被顶进了屋子 后面的人看到这么好的吃瓜机会 怎么会离开 一窝蜂的人被挤进了屋子 顾父身上的布料 堪堪盖住她那所剩无几的尊严 本来在顾母推开门时 顾父以为等来了生的希望 没想到她这么蠢 顾父气得目自欲裂 狠狠地盯着顾母 顾母不敢看她 顾寒玉伸手挡住顾弱弱的眼睛 一时竟然没人管顾父的死活 我听见人群里有快门剑的声音 这下 这么多人 山怕也是山不干净了 我心情大好 走上前 拽下床单盖住了顾府 我看着他憋屈的样子 好心说 好多人拍了照片 我们最好还是 看到他们删除照片之后再走 你说是吗 爸 顾父看着我 一口气梗在脖子里 突然吐了一口血 晕了过去 顾母就上来把我击倒 小心翼翼地躲开地上那些误会 隔着床单抓着顾府的手 玉儿处理一下 顾寒玉转过头 把那些人带去了楼下 但是照片嘛 肯定是删不完的 今天的宴会任亲宴算是结束了 我本来打算离开 但是被顾寒玉拦了下来 他皱着没说 你干什么去 我直指楼上 你爸妈答应我了 我不用在这里住着 顾寒玉没有再拦我 但是眼底充满了忧伤 我回到了租的房子 我躺在床上 感觉恍如隔世 打开手机 看着股票的走势 我高兴哼着歌谣 顾若若没有外卖 你看起来那么单纯无害 也许是在顾家压抑的太久了 她总是背着顾家父母去那种聚会 那种聚会都是一群陌生人 不问名字来历 大家都去释放压力 顾若若有时候不满足 和一群人在一起 玩得很花 不知道这些被顾寒玉知道 会是多么好玩 想想就很有意思 游戏才刚开始 谁也跑不掉 六 听说顾府醒了 对着顾母发了好大的脾气 顾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顾府脏了 顾府的脸色当时就变得很难看 她想找那个女人算账 但发现那个女人的爸爸的实力 遍布世界各地 是顾是不能比拟的 顾府只能打碎了牙寒血液 她害怕出门 又找不到发脾气的人 在家里到处发脾气 所有的人被她弄得战战兢兢 我找了好几个人盯着顾家 只要顾若若一出门就告诉我 过了没几天 顾若若终于忍不住了 她穿得很是平常就出门了 她去的地方也很是正常 我派去的人 趁着她去洗手间黑了她的手机 我看着聊天记录 高兴地想要拍手 手机被安上了定位 所以不害怕跟丢 顾若若也很是谨慎 到了一个酒吧 又在里面七拐八拐 到屋子里换了一身清凉的衣服 还戴上了一个面具 要不是有手机的定位 还真是认不出她是谁 他们在一个屋子里狂欢 屋子外面看着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里面确实暗藏乾坤 屋子里面很大 有水池 有酒驾 处处都是尾米 跟去的人本来想搜索 屋子里是否有摄像头 不搜不知道 简直是摄像头里有个屋子 并且那摄像头都是高清的 一看就是有人故意安在那里的 我让人选了一段视频 发给了顾家的人 然后报了警 说有人聚众嫖娼 做完这些 我就让我的人全都撤走了 顾寒玉等着去橘子里领 自己的情妹妹吧 自己以为的高领之花 其实是一朵维米的烂花 不知道它会是什么表情呢 还是那么不可一世吗 还是那么高高在上 把别人踩在屈辱的泥里吗 如果是你被扔在男人堆里 你会怎么办呢 哥哥 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好主意 开始着手送给顾寒玉的礼物 一想到他恨得我牙根痒痒的表情 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干劲 我把顾若若的视频 高价卖给了和顾家联姻的秦家 秦家的那个少爷也是个玩的花的 他看到顾若若这模样 肯定会和他在一起 但他肯定不会娶她 因为他有一种处女情节 反正也是个脑子有病的主 我又找了顾若若的亲生父母 因为没来过大城市 所以带着领居家的那个凤凰男 他们看到顾家的金币辉煌的 当即就一不开眼了 我期间被叫回去一次 被顾父顾母追着鼻子骂 但是我无所谓 他们变得很是憔悴 顾父的事还没有处理好 顾若若的视频又在网上疯传 他们到处买水军 说那根本不是顾若若 顾若若本人也被锁在屋子里 他的亲生父母赖在了顾家 顾父顾母怕他们出去乱说 只能让他们住着 顾氏的股票一路下跌 顾父一直不敢出门 董事会想联合废了他 顾父想让顾韩玉去 他本来就要接手顾氏 但是他自从看到顾若若的视频后 就被打击得一蹶不振 他知道那就是顾若若 顾若若身上有几颗痣他都知道 所以他根本不想接受 只能整日去买醉 我找了一个男人 当他的知心兄弟 那个男人就喜欢顾韩玉这种冷冰冰 不理人的 我不理解 但是哥哥应该会喜欢的吧 气 那个男的很有耐心 我本来打算顾他去陪顾韩玉 当他看到顾韩玉的照片时 就拒绝了我的要求 他说顾韩玉是极品中的极品 我不懂 就他那样的人 还是极品 对此我只能说 尊重祝福所死 他陪了顾韩玉一星期 他像个优秀的捕猎者一样 小心翼翼地窥死着猎物 极尽绅士地照顾顾韩玉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终于他把顾韩玉弄到了手 他把视频发给了我一份 我开心地把视频保存起来 打算等着以后放给顾府看 顾韩玉都要气疯了 他没想到自己把他当作好兄弟 他竟然睡他 他气得跑回了家 后来那男人死皮赖脸地追了他很久 顾韩玉一直冷着他 他觉得自己虽然不喜欢顾弱弱 但是也不喜欢男的 那个男人是情场老手 直到什么时候收手 才能让人抓心脑干 念念不忘 他淡出了顾韩玉的世界 但是他又天天发他新男朋友 顾韩玉那么骄傲的人看到照片 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开着车就去找了那男人 但是那个男人却冷着他 顾韩玉玉寡欢了好多天 所以在那个男人一给他打电话 他就去了 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 我看着那一个又一个的视频 感慨 乐老师后继有人了 为什么他的表情是那么享受呢 凭什么他不痛苦 他不痛苦的话 那我上辈子经历的算什么 那我现在做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不甘心 我把视频发给了很多狗仔 还发到了网站上 我早就已经万劫不复了 顾韩玉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 我看着他围持的假面慢慢的碎掉 他再也露不出那种残忍的眼神了 他现在只剩下了后悔和情欲 我去做了亲子鉴定 出乎意料的是 我是他们亲生的 但我也是被他们亲手丢掉的 我一个人生活的那么苦 他们一直都知道 开始他们还会关心一下 我死没死 后来再也没管过 如果不是顾若柔需要我替婚 他们还是不想接回我 我搞不明白 为什么同是一家人 他们只针对我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对一个人的 我从来不需要理由 一个念头就够了 所以 下地狱的还是他们打 故母和那个凤凰男搞在了一起 顾府被气得嘴弯眼斜 大小便失禁 顾若若没有了怕的人 便放肆了起来 他和他的养父母 把家里之前的东西全拿走了 自己也跑了 顾母根本不想碰 满身都是污秽的顾府 家里的保姆也跑得差不多了 顾母最后好心地 擦干净顾夫的手 是为了按财产转移协议和离婚协议书 他还是善良 把房子留给了顾夫 顾寒玉根本不回家 回家的时候 也总是搂着各式各样的男人 后来 他再也不回家了 成了浪迹酒吧的混子 我大发慈悲地搬进了别墅 找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庸人 照顾顾夫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电视打开 播放顾寒玉的视频 我看得津津有味 他看得目自欲裂 可惜他现在不会说话 要不 我们肯定会有很多话说 保姆一不生气就打他 有一次我看见了 他战战兢兢地不敢动 但是 谁在乎呢 后来 他发现我根本不管 甚至是放任 索性就放开了打 他过去也是个可怜人 原先是被老公家暴 老公家暴害死了他的女儿 法院没有处理 他家暴也变成了家庭纠纷 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他因为失手杀人进了监狱 他变得讨厌男人 当了保姆也是 他照顾的竟是些老男人 有的对他动手动 他总是忍不住想打男人 算是留下了病根 所以 我们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我炒股挣了很多钱 顾家太乱了 乱到他们忘了处理 我手上的两千万 我赚的钱 够我活好几十辈子还久 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的空虚 顾府有一次 不知道是气急了 还是怎么样 突发脑衣血去世了 我给了那个保姆很多钱 让他去看看世界 顾府突然一消失 我觉得还有点想他 吓得我赶紧搬出了那间别墅 因为太无聊 想知道顾若若和顾寒遇过的怎么样 我就找人去查了他们 顾若若和他同村的人生了很多孩子 有的死了 有的活着 他再也不是肆意妄为的小姐 他被天天逼着干活 不干活就会挨打 照片上的女人 早就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脸色发黄 身体瘦得像马感 身前身后背着两个孩子 真是太好了呀 有时候活着才是痛苦啊 顾寒遇为了一个男人 去做了变性手术 但是他钱不够 手术也没有成功 他现在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真正前后控制不住 随地大小便 声音也变得尖锐嘶哑 像急了太监 听说他还染了病 还打算找我 我这次不只是搬离了别墅 我直接到处飞 到处旅游 就是不回家 我在去过的各种地方 建立了女性帮扶资金 我希望更多的女孩子 不要因为各种事走向歧途 资金需要身份证认证 严格发放到个人手里 以免有其他人 威胁那些女孩子去取钱 我看着飞机上的天空 感慨 天真的好蓝啊